好 我們現在在廣州車展的4.1號寶馬的展台上 在我身後這輛就是全新的寶馬四系敞篷版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就是它的大鼻孔 這已經不是雙盛型了 這是大鼻孔的造型了 接下來我覺得最吸引人的就是無窗框的設計 我小時候看過一台那時候還沒有4系只有3系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325 雙門的325的無窗框的設計真的太好看了 那現在這個4系依然是保留了這個特色 展台上這輛車其實是一輛425 敞篷版的 它的最大功率是184馬力 最大扭矩300牛米 那如果是430車型的話是258馬力 400牛米的這個輸出 那其實寶馬的車大家都知道 它的這個變速箱的傳動效率是很高的 這是DF8HP變速箱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細節像是這個卡鉗 很多車像一些我們這種平民車型都要在改什麼對四 但是它原廠就給了你對四卡鉗 好不好用另外說看起來確認是最重要的 那腳彎煞車呢我們再來講到一下它的這個輪胎 它配置的是浮力四通的泰然者T005 前輪尺寸是225 45 R18 後輪尺寸是255 40 R18 我覺得配上45跟40這個扁平比 稍微比較不會那麼顛 不會像有些車配個40 35的這種前後配 其實是蠻顛的 車尾的設計我覺得也是寶馬車型的一個特色 你看它的這個尾燈十分的流暢 而且晚上亮起來的時候這個光帶其實是辨識度蠻高的 還有這個後背箱蓋 我特別喜歡寶馬後背箱蓋的這個線條 很寶馬而且又比較運動 好那來到車內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 這個布局是十分的熟悉 因為這輛車是展車 所以上面還是用一個這個德文的一個標示 引進中國之後也是會用一個中文的標示 其實坐在車裡面你會覺得現在因為這燈光很強 照得我額頭都發亮了 坐在裡面會覺得這個通透感跟全景天窗 全景天幕的車還是有蠻大的差別 你真的是會覺得說 車一開起來的時候覺得頭頂好像有點涼收收的 但是其實 好的敞篷車它的車內是不會有太大的亂流的 不會讓你覺得 車底好像在刮台風一樣 那我相信寶馬的設計呢 也覺得會讓一個長髮飄逸的人 它的頭髮是一個非常順暢的狀態 那這車的後座雖然是2加2的設計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應該不太適合做人 你看我現在的這個後排的這個空間 並不是非常的充裕 但是沒關係我覺得這車是用來帥的 至於空間怎樣那就另當別論了 好那現在來講講我的感覺 我覺得四系這個車一直是這個級別的一個標竿的存在 不管是它的這個運動性的駕駛的感受 還是說這個車輛本身的一個附加價值 我覺得買它的人絕對不會後悔的 我身邊這台是領克剛剛發布不久的全新01車型 我們都知道領克01是領克品牌的第一款車型 整體外觀設計是非常有個性的 我也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但正是因為01是第一款車型 所以說它保險槓下半部分包圍 跟後面的02 03 05等車型是不一樣的 而這一次改款之後 全新的01保險槓下半部分 也與其他車型做到了統一 這樣整體車頭會更加擁有家族氣質 而整體車頭像比較之前還有一個地方做了一些改變 那就是中網與頭燈組的設計 現在更加的融為了一體 並且在大燈組下面這裡 還多了一個T型的裝飾 車頭亮色飾條是得到了保留 而我旁邊這台是Yopro 那邊那台是暗夜版車型 我覺得暗夜版車型會更加酷一些 而這個Yopro會更加時尚 走到側面我們可以看出 相比到之前這台車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這台Yopro版本的車型 仍然使用了雙色的19英寸輪圈 我剛剛所說的暗夜版車型 它使用的是20英寸雅光黑色的輪圈 看著會更加動感更酷一些 而側面另外一個亮點 那就是這個飾條 與車頭的一根飾條是同色的 這台車都是藍色 而暗夜版車型 全部使用的是雅光黑的配色 而車尾相比之前變化並不是很大 仍然是很時尚的設計 現在我們到車內看一下 其實這台車最大的變化是車內跟動力 進入車內我們可以看見 這台全新的領克01 整體內飾的設計風格 跟領克05 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相比到之前的01 車內會變得更加有科技感 而且各個按鍵 使用起來也非常方便 很順手 電子擋把的造型有所改變 而且看著會覺得 有點像戰鬥機的感覺 前面手機無線充電的裝置 使用起來很方便 而上面這個多媒體大屏的尺寸 相比较之前變得更大了 而且在線的APP應用也會更加好用一些 剛剛看了一下 它下拉這個快捷菜單的按鍵 佈局 包括UI設計 跟蘋果手機是非常相似的 而坐在這座椅是非常柔軟 非常舒適的 雖然說它看起來 好像是這種一體式的運動座椅 不過舒適性真的很棒 這個在之前的領克0也是這樣的 座椅的配色也非常特別 而後排我今天就不多體驗了 因為我感覺這台車跟改款之前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相比較內飾跟外觀的改變 其實這台領克01最大的變化是動力系統 這台車上市以後 會有T4、T5兩個動力版本 T5版本的車徑動力算數是 254馬力、350牛米 並且還改用了愛信提供的8AT變速箱 這套動力系統如果你熟悉領克 會知道它在之前的領克05 以及領克03加那款鋼炮上都有使用 所以如果你對於動力有所期待 你可以關注一下這台全新的領克01 而售價方面 暫時我們在拍攝的時候還不知道 一會廣州車展上 這台車會公布它的預售價 如果你關注這款車型 可以關注一下我們汽車之駕的後面 大家好 歡迎來到汽車之駕 廣州車展前方報導團隊 我是陳馳 下面要聊的是廣汽三菱 一哥 它是2021款的一個新款 然後這次也帶來一個軟勤版的車型 不過老實說 變化不是很大 但一哥對於三菱來說 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個性 非常年輕化的車型了 車頭 像這樣的一個X造型的前臉 然後大大的C型的渡個四條 分體式的大根 我覺得這些元素 組合起來還是挺鋒利 挺個性的 當然更個性的地方 是它的側面 特別是腰線滑過來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尾部 尾部其實被切割的比較的鋒利 比較的短 所以這些層級關係 力量感都還挺不錯 挺有個性的 包括這個貫穿式的尾燈比較高 然後在後擋風玻璃之間 這種感覺也確實挺好看 當然這一次2021款 它的外觀老實說沒有太大的變化 類似也沒有太明顯的變化 不過這次價格也公佈了 最低配的手動擋車型是12.98萬起 而自動擋的是15.08萬起 老實說這個價格對於這個級別 這個三菱品牌來說 可能是比較實在的一個價格 但是對於現在消費者而言 畢竟三菱的品牌影響力 它的市場的這種佔有率來說 這個價格還是稍稍偏高了一點點 如果三菱能夠把價格 再低一點優勢成意 再給足一點的話 我覺得它還是能夠取的一些市場表現 至少不會像現在這麼尷尬 當然剛剛也提到了類似部分 其實沒有太多的變化 整體的風格呢 並不算是特別的時尚 材質用料 也不會給你特別酷炫的感覺 而唯一需要提的就是動力部分 以及三菱它那一套 比較出名的四驅系統 這也是三菱比較好的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2020廣州國際車展 我現在所在的展台呢是北京越野 昨天已經為大家介紹過了這個 全新的這個BJ30 那今天咱們就來看看這個BJ40 Plus的柴油版 首先這個柴油版呢 在排放方面是已經達到了國六的水準 並且動力呢也有小幅的上漲 所以說咱們先從外觀來看 至少先看這台展車是一個亞光色的車漆 並且有一個全身黑化的這樣一個細節 當然它的一些細節的處理 還是維持了北京越野那些經典的設計元素 比如像那種五孔的格山 還有這種方形的大燈也好 還有霧燈 但是這款展車其實還是在顏色方面 做出了很多的進步跟努力 比如像在下方還有紅色的這種拖車溝 好 現在咱們來到車側啊 因為畢竟是個年款車型 它更多的改變 還是在顏色方面啊 比如像你看輪圈也做了一個熏黑的處理 輪胎的規格呢是265 65 R17 樣式也是很經典的一個越野的樣式 只不過是做了熏黑的處理 然後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看到啊 整個車的這個設計方面 有這個很硬朗的這種踏板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懸架的高度也是非常的高 最經典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C柱跟D柱之間的這個黑色的這個尾窗 是哪個最經典的一個設計 來到車位呢 首先要說說它這個小書包 而且還是一個裸露的 非常非常的野性 跟這個BJ40的定位呢 也是非常的契合 而且從這一點呢 就可以看出更直觀的看到 它是一個選擇的一個原廠 就是一個AT的輪胎 那如果說這個此次這個柴油板的改變 到底在哪呢 其實就是在後面的尾标 從之前的BJ40L變成了現在一個P 並且還有一個柴油板TDI的這樣一個標識 除此之外 剩下還是剛才說到的很經典的那些設計 比如像前方的拖车勾是紅色 後方肯定也是紅色 然後尾燈也是這種很方形的設計 然後包括它開啟的方式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現在咱們就進入BJ40柴油板的前排 大家可以聽到它的關門聲音還是比較機械的 並且那個腳链都是用尼熔袋去製成的 前排其實最主要的兩個點 就是在盡可能保證了硬派的一些元素的出現 也融入了很多科技感跟現代感 首先原始感 剛才說到有車門 大家可以看到它還是保留了非常原始的經典的開篷的方式 科技感在哪兒 首先中控的屏幕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尺寸 目測是達到了10英寸 而且也有一個全液晶的儀表 昨天BJ30上說到這個北七設計 非常經典的這個出風口也得以保留了 然後一鍵啟動按鍵也是在中央 而且配置也足夠高 兩張座椅都是電動的調節 而且主架這側的座椅也是電動的調節 前方的座椅也都有座椅加熱 所以說再盡可能保留住了經典的元素 這台車的使用 其實並不會讓你的日常那麼的不舒適 現在咱們來到後排 先說點空間 膝部空間有一圈 確實空間並不是它的優勢 頭部還好有一圈 但是這種車可能就是一個玩的車 可能並不會太偏向於日常的去通勤 然後除此之外 剛才我在上後排的時候 發現一個不足 就是它的踏板是稍微有點窄的 因為這個車的車高比較高 所以說你進入到車室內的時候 一定要借助這個踏板 包括下車的時候 這點是有點不足的 然後咱們再說這個舒適性配置 後排有出風口 但是沒有US電源 有一個220伏的電源 然後這塊有杯架 然後門板是沒有杯架的 只是一個尼容的網兜 所以說從實用性方面 包括前排的一些置物方面 確實不是BJ40這樣的一個強項 那咱們最後說一下它的動力還有底盤 動力剛才說到了有小幅的上漲 是來到了163馬力 380牛米 還是那款2.0T的柴油的無能增加發動機 然後它前後橋也都有電控的差速鎖 並且官方也說了 這款車型的涉水的能力 涉水的高度也有一個升級 那最後咱們總結一下這款車型 首先它有很硬朗的這些元素 但是並且在車內在車外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時尚的這些配色 然後在車內也有很高科技的這些配置 但是如果你的城市能滿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它的柴油的身份 所以說如果你的城市可以買柴油車 並且呢你也比較喜歡越野 那我覺得這BJ40的柴油版本 在低速扭矩方面 尤其是在越野的時候 還是有它很大的優勢 本次廣州車展福特品牌帶來了 全新改款之後的福克斯車型 我身邊的這台就是改款之後的三箱版福克斯 這台車整體外觀最大的變化集中在車頭 大家可以看見這個中網是重新設計的 中網的造型 與剛剛發布的福克斯列裝版是完全一樣的 整體看著會更加精緻一些 而這個全新的福克斯它打造的概念是 數字化運動轎車 運動緊湊型轎車我覺得已經不用說了 福克斯它的運動基因以及駕駛感受都是很棒的 但數字化體現在哪呢 上車看看就知道了 我剛剛所說的全新福克斯外觀方面的變化 主要針對是三箱版的車型 兩箱版以及ST-Line車型整體車頭 仍然會保持之前的設計非常動感 而三箱版的福克斯會整體車頭 變得更加穩重一些 內飾方面全系福克斯都進行了一定升級 首先全系標配了液晶衣料 最低配的車型也有 另外從中配開始以上的主销車型 還增加了中間的這套百度的多媒體系統 屏幕尺寸變得更大 語音系統以及在線的APP應用功能也會變得更加強大 車身上我們也可以看見前面這裡有BU音響的標示 這台車全車從中配開始也增加了BU音響 以及手機無線充電的裝置 所以說現在改款之後的福克斯 也非常符合它現在的宣傳定位 數字化運動轎 而動力系統方面改款之後的福克斯 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仍然是1.5自然吸氣1.0T 1.5T三款發動機 1.5T的車型搭配的是8AT的變速箱 這個8AT變速箱在這個級別中 還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開起來之後動力表現和駕駛樂趣 在這個級別中也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改款之後的全新福克斯 在性價比以及配置方面 會相比之前變得更加出色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汽車之家 廣州車展前方報導團隊 我是喬哲 現在我在北京現在的展台 身邊的這台車是中期改款的北京現代 iX35 此次北京現代帶來了圖勝L的全新車型 當然它的兄弟車型也是完成了一次中期改款 並且這一次中期改款 從外觀內飾的變化 已經感覺是直逼一個全新換代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前輪的設計 融入很多全新的現代的設計的語言 從它車上也可以看到 比如像伊蘭特甚至是索納塔的那些設計 當然肯定沒有圖勝L 或者那些全球車型那麼的誇張 但是對比之前的樣式還是變化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到有很多細小的這些 風窩狀的這種格山 確實在這個改款之後 我覺得它能在市場上 它的這個美觀程度 可以說是再提升了一個level 現在來到車身的側面 側面的變化呢 就沒有車頭那麼大了 它就是加入一個行李架 還有這種黑色的這種窗線 然後軸距呢是在2米64左右 然後三圍呢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輪圈呢 變成了比較這種風力式的 比較主流式的這種五幅的 這種一個刀片式的形狀 然後尺寸呢是R25 50 R18 一個緊弧的一個輪胎 車尾的變化呢 又來到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改變 首先可以看到這塊的一個試條 是重新設計的 並且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 這種貫穿式的 可以看到這個視寬燈點亮之後 視覺效果非常的好 並且之前的比較常規的logo呢 也是變成了當下很流行的 這種把這個字母一字排開的 這種樣式 然後下方的後方的下包圍 跟車頭一樣 也是進行了重新的設計 OK 現在咱們來到車內 為什麼說這是一次 盛似換代的中期改款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中控的屏幕變得非常非常大 而且做了很好的 本地化的一個適配 當然在其他方面 比如像方盤的這些 家族設計呢 最新的 現代的那些 車型的經典設計呢 卻沒有出現在這塊 但是我覺得這個 此次的變化已經是很大了 比像這台展車 甚至在中控的一些 飾板上做出了 這種大理石的風格 所以說這次的中期改款 可以說是變化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咱們來到後白 當然要先說一下空間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拳三指 儘管它的軸距的數據上 並不佔優 沒有到2米7 還是一個2米64的級別 但實際體驗上還不錯 然後後排座椅的 傾切角度還是很OK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頭部空間 也是一拳都沒有問題 後排呢也有出風口 然後有一個Type-A的USB 然後這塊也有杯架 可以說舒適性配置 不是那麼那麼的高 但是大家別忘了 RX35一直主打的是 一個高性價比 然後在動力系統方面呢 它大概率會沿用現款車型的1.4T 還有2.0升4C 然後皮特變速箱呢 是7速雙離合 6速手動 還有6速自動 還是一些現款車型的 那些動力總程 總結一下這款車型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兄弟車型 一個中國一個特供版本 它主打的呢就是性價比 但是此次中期改款 可以說它是由內到外 來了一次大的升級 所以說它的性價比 以後在未來同級別當中 還是非常非常 我們現在是在MINI的展台上 那在我旁邊這台車呢 是MINI的37號紀念版 那為什麼叫37號呢 因為這是紀念這個1964年的 第一次參加蒙蒂卡瓦拉利賽 就拿到了冠軍的這個37號車了 那這個車其實是蠻有紀念意義的 然後你看這個車的一些細節啊 都可以看到像這個白色的條紋 還有這個冠軍車手的簽名 另外呢大家可以知道 這個MINI的這個套件啊 是非常的多 它已經有加裝了兩盞霧燈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開MINI的 他們都很喜歡在車頭加裝這兩盞霧燈 然後讓這輛車看起來比較有這個越野的感覺 那其實這輛車呢動力方面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還是以往的這個2.0T發動機啊 然後它的可以看到這個包圍的造型也是十分的激進啊 我覺得這個感覺呢 其實買回去都不太需要再改裝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到側面啊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側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細節都有這個37號的這個一些logo啊 門邊這邊也是有的啊 然後它的門把手改成黑色的 這是一輛三門車款 所以它前面只有兩個門啊 你打開看到一下 可以發現它這個無窗框設計 也是一個MINI的很重要的元素 另外呢它的車頂啊 使用了一個白色的配色啊 我覺得這個紅白的配色看起來是滿有朝氣的 也算是復刻了當年這個賽車的一些特徵啊 來到了車尾啊 車尾可以看到這個尾翼了 我其實挺喜歡這個尾翼的一些設計的 覺得有點誇張啊 又不是說那種太張狂的感覺 那你看這個C柱上啊 有這個當初參加這個 蒙迪卡羅拉利賽的一些特徵啦 那這邊還有這個冠軍車手的簽名啊 個人是覺得MINI這輛車的可玩性其實很高啊 再加上它常常推出一些這種特殊的限量版本啊 這輛車在中國限量是100台啊 那如果啊大家對這個MINI的歷史很感興趣 而且對之前MINI這個賽事的歷史也是非常有這種情懷的話 那不妨把握機會 這輛車是限量的啊 預購重塑啦 好來到內飾呢 其實內飾的變化並不大啊 但是一些細節上你還是可以看到 呃 這輛特別版車型的一些變化 像是這邊有冠軍車手的親筆簽名 然後 副駕前面的飾板呢也是有一個簽名的啊 我覺得呢 其實 MINI的這個車型啊 三門的還是比較對位啊 雖然說後面兩個座椅是做不了人的 很難做人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三門車型的 這個內飾的氛圍跟這個感覺 大家好歡迎來到七二之家廣州車展前方報導團隊 我是陳馳 現在要跟大家聊的是這台新款的Jeep紫蘭澤 其實外觀部分它的變化不是特別的多 主要是集中在了車頭的細節 第一點是它的中網 標誌性的七孔Jeep中網 現在中間也增加了這樣的鍍隔小試片 看上去呢會更加的精緻 然後大燈會變得稍稍的修長呢 窄了一點點 所以整個車頭的細節調整呢 會讓它看上去更加的精緻 更加的鋒利一點點 然後側面跟車尾呢就沒有明顯的變化 只是車身的尺寸呢稍稍有所增加一點 但軸距呢依舊為2636毫米 所以整個外觀部分基本就是這樣的 重點是車類 來到車裡面這次新款的Jeep 紫蘭澤最主要的變化呢一目了然 因為整個內飾的氛圍感覺全變了 首先布局呢還是比較平穩的平直的線條 但是中控屏由之前的內嵌式的屏幕 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懸浮式的屏幕 而且尺寸會更大了看上去呢更時尚一些 擋次感會更高了 而且說到擋次感 這台展車的這個配色 內飾配色呢是我覺得非常非常不錯的 因為黑中淺白 所以這樣的配色搭配起來呢會非常的豐富 也會更加的年輕時尚一些 當然像儀表呢也是全液晶的儀表 然後方向盤中間的logo這些細節呢 也跟現款有一些不同了 所以整個內飾的變化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有檔次感 這是相比現款來說的話 GIP之前呢還是會顯得稍稍有一些粗廣的一些 但是現在的內飾你會發現精緻感提升了很多 關於配置方面呢 前排其實看到了也挺豐富的 然後來到後排 像全景大天窗也開到了這裡 後排呢也有空調出風口 以及USB和Type-C的充電接口 下方還有一個Surf的電源接口 這些配備還是挺全面的 當然空間並不是這台指南者的優勢 因為它的走距呢還是真的不算長 但是來到後排 你會發現空間OK的情況下 其實指南者它還是做到了足夠的舒適性 包括它的座椅 頭枕配備 然後像這一塊 整個坐墊 兩側呢向外凸起 都是讓整個坐墊有更好的一個乘托性 乘坐舒適性呢會更好一些 所以綜合來看 我覺得這次新的指南者真的 變化還是挺豐富的 主要是在車內的這種感覺呢 會上了一個檔次 而最後就是它的動力部分 依舊會是以1.3T的動力為主 然後兩驅板車型呢 搭配七速雙離合 四驅板車型呢 應該是9AT的變速箱 總之跟現況呢 動力部分呢應該是一樣的 大家好 這裡是廣州車展汽車機家 為您帶來的前方報導 在我身旁這輛車是廣汽本田 在本次車展上發布的全新車型 EA6 這款車型的前輾可以看出來 造型相對 比IOS來說更加犀利 其實這款車整體上 也是基於IOS打造的一款車型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它採用了一個獨特的車燈設計 以及下包圍比較犀利 然後整體的感覺呢 其實是更加的帥氣了 然後另外它採用的 依然是廣汽的一個車標 然後呢採用了一個無隔山的設計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去車側看一看 這輛車的車身長度為4米8 軸距達到了4米75 根據IOS的空間表現來看 這款車的空間也不會太差 那麼它的輪圈 在採用18英寸的輪圈 整體的造型比較有科技感 然後呢整個車身的側面 採用了一個雙色的車身設計 頂部呢有一個這種 類似於懸浮的一個效果 然後有一點我建議 就是它能夠在這個車身門把手 採用隱藏式的門把手 能夠讓它顯得更加的有科技感 好 現在我們來到車身尾部 可以看到IA5的車身尾部呢 層次比較分明 然後整體的設計比較簡潔 它的車燈採用了一個狹長犀利的造型 與車頭相呼應 其次呢就是它的這個標識 後面寫的是廣汽本田 然後這邊是EA6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整體上它的車尾就是這樣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款車的動力部分 首先這款車採用了日本電產的電機 它的最大功率達到184馬力 那麼關於這款車更多續航方面的參數呢 目前官方並沒有透露 我們預計大概會在500公里左右 那麼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這款車的量產時間 是在2021年的一季度 關於這款車的更多資訊 請持續關注汽車之家的後續報道 大家好 這裡是廣州車展汽車之家 為您帶來的前方報道 在我身旁這輛車 是本屆車展剛剛發佈的全新車型 四號E10X 這款車型基於江淮IEV6打造 可以看到它的車身前臉 是否讓您覺得有些似曾相識 它其實與大眾的ID系列車型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比如說它貫穿式的這個黑色的飾條 還有它這個拉長了的這個大燈 整體的感覺是比較心潮前衛 好 現在我們來到的車身側面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輛車採用了一個雙色車身的設計 所以說它的頂部是一個黑色的 懸浮式的一個設計 此外 它採用了一個14英寸的輪圈 整體的造型比較精緻 小巧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它的充電口 我打開可以看看 它採用了一個快充和慢充集合的一個設計 並且設計在前翼子板的位置 這樣對於充電來說相對是比較方便的 不至於找充電口的麻煩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去車尾看一看 其實這類車型由於車尾比較狹長 所以說容易造成給人死板的感覺 但是這輛車並沒有這種感覺 首先是因為它的雙色車身 讓它的這個頂部看起來 並不那麼的突兀 而下面顯得有一種拉長的效果 其次它的下面的設計 是相對來說有一定的包圍感 層次感做得也不錯 所以說整體上看起來 這輛車的尾部還是十分的耐看的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尾燈造型 也比較精緻小巧 好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內飾 這輛車的內飾 採用了黃白黑的撞色設計 整體的感覺給人非常年輕 運動的感覺 那麼中用台 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區域 因為同級別的車型 中用台的儲物能力都很有限 但是這輛車型的表現 我覺得非常不錯 首先是這這這三個位置 都是儲物空間 其次下面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儲物空間 所以說我覺得它的儲物能力 還是不錯的 此外我特別喜歡的一點就是 這塊它還有一個 手機的無線充電的區域 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功能 最後我們再來聊聊 這輛車的動力方面的信息 據我們了解 這輛車採用了一台 61馬力的永磁同步電機 它的最大扭矩為150牛米 並且它還搭載了34.9千瓦時的電池 能夠為該車帶來302公里的續航里程 那麼關於這款車的更多資訊 請持續關注我們的後續報導